大家好 我们夏季养花呀 除了要杀菌之外呢 我们还要杀虫 因为虫害对南花的危害是非常的大的 它不仅会影响你的南花的生长 而且还会啃食南花的叶片 将一些病菌带入给这个南花 然后导致这个南花感染病害 所以呢 我们夏季的话呢 一定要定期除虫 除虫呢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笔虫林 这种是比较常见的 很多家庭应该都备有的 但是呢 这个笔虫林呢 它是粉剂 这种粉剂呢 我们都要给它进行稀释 然后呢 喷洒 如果像这种喷洒家庭室内养殖的话呢 是不太友好的 其实呢 我们在用笔虫林的时候呢 我们不一定要用这种粉剂 我们可以用这种颗粒剂 笔虫林它是有颗粒剂的 大家要记得 那种颗粒剂呢 我们的使用方法是非常简单 非常有效 而且呢 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的污染 因为笔虫林的话 本身它就是一种广谱性的这种杀虫剂嘛 很多虫害它都是可以杀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使用的时候呢 像这样子 马上一小勺 然后呢 撒在盆土里面就可以了 它是一种内吸型的杀虫剂 所以呢 大家不用担心直接撒在盆土里面起不到什么杀虫效果 它内吸型它就可以被植物吸收 那么后期的话 有虫害的话 它肯是你兰花的叶片呢 就会被毒死 所以呢 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使用好之后呢 我们大概啊 隔40天左右再用一次就可以了 特别的简单方便 所以呢 大家家庭呢 在给你的兰花杀虫的时候 我们如果不方便使用这种粉剂的话 我们可以用颗粒性的这个笔虫林是特别方便的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